新人身批乌克兰国旗旺勤勇吻 奥德萨市中心的广场 重新被居民的笑容给照亮 乌军终于从俄罗斯手中夺回 乌克兰南部的重镇赫尔松 让当地沉浸在一片环境之中 各地进入赫尔松的乌克兰士兵 更是受到英雄式的热烈欢迎 还有居民特地在路边等着乌军的车辆经过 就为了献上鲜花表达感谢和庆祝 由于赫尔松是西瓜的知名产区 让西瓜对时成为了收复赫尔松的象征 就连乌克兰邮政总局的执行长 斯美利·杨斯基 现前曾经高调售出以克里米亚大桥 被炸为主题的邮票 这一回也不忘在Telegram 晒出西瓜邮票 不但划出了俄军占领赫尔松时的景象 西瓜子甚至成了黑色的炸弹 而与此同时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2号表示 乌克兰地方当局正设法稳定赫尔松的状况 同时也指控俄军在撤离前 蓄意摧毁当地的重要基础设施 11号 河夫卡水坝突然发生了大爆炸 接着输电线沿线也爆炸 被视为是二军撤离时蓄意破坏的证据 更引发担忧下游数十万的民众 恐面临洪水的风险 华语新闻 罗陆小平 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